东亚人到底能不能吃牛奶 到底能不能吃牛奶 我们今天来研究一下 我们先看一下这段视频 就是把小宝宝小婴儿 人类的小婴儿在小的时候 是有这个卤糖分解卤糖的这个酶 可以把妈妈从妈妈那里吃的奶 这个奶这个里面有卤糖可以把它分解 然后变成营养 但是当我们长大成人了之后 人的身体里面分解卤糖的酶 就越来越少越来越少越来越少 那么在世界上有65%的人 就是这里指的是成人 长大的成人 它是不能够分解卤糖的 也就是卤糖不耐受 它这个受不了卤糖 不能接受卤糖 称之为卤糖不耐受 65%的世界上的成人 是不能够分解卤糖的 卤糖不耐受的人 可能每天大概不能够超过150毫升的这个牛奶 如果吃多了 它根本就因为它这个卤糖分解的能力非常弱 非常弱 我们来看这个地图 这个世界地图就是讲的卤糖不耐受 这个红颜色 颜色越深的越红的 就是越是不能消化卤糖的 卤糖不耐受的颜色比较红 颜色比较浅的 就是卤糖不耐受的概率比较低 就是说颜色比较浅的比较白的颜色 它们是比较能够消化卤糖 就是可以多吃牛奶 这红颜色的颜色深的 就是不能消化卤糖 不能多吃牛奶 要少吃牛奶或者不吃牛奶 我们看中国 中国在这里你看是红的 红的很厉害 包括中国边上的这个日本啊 这个还有这个印度尼西亚 马来西亚 新加坡这些地方都是红的 东亚这一块都是红的 红红的 红红的就说明 中国人是不能够 长大了之后 是不太能够消化卤糖的 它是卤糖不耐受的比例 是相当高的 反观你看 像美国北美 北美地区 加拿大地区 这是白颜色的 还有这个欧洲地区 你看它是白颜色的 说明他们的这个基因 长大了之后 是比较能够消化卤糖 所以像北美和欧洲地区 他们这个大人吃牛奶的 这个也就非常的多 非常多 所以我们继续看 好 我们看 在这个东亚地区 包括中国 台湾 以及海外华人 这个海外华人 你是中国人的这个种 你跑到了美国 跑到了欧洲 你的基因并没有改变 海外华人的基因 还是华人的基因 你的这个基因 还是卤糖不耐受的 你不是说你跑到了美国 你就能吃牛奶 就能消化牛奶了 一样的 一样消化不了 将近最高达到90% 都是卤糖不耐受的 90%的人都是 不能消化卤糖的 大部分中国人都是 包括海外华人 台湾人 新加坡人 大部分都是 不能消化乳糖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 分布的差异呢 因为刚开始 在原始社会的时候 人的这个基因 通过随机的突变 那么有些人 他有了这个 能够消化卤糖的基因 有些人 他没有消化卤糖的基因 当人类发展到 农业社会的时候 农业社会的时候 如果你有这个 卤糖消化的这个基因 那你就可以多喝牛奶 从牛奶里面得到营养 那么你的这个 食物来源的种类 就比较多 那么跟那些 不能够消化卤糖的人 比起来 能够消化卤糖的人 在原始社会 他的食物来源比较多 所以他在自然选择上面 他比那些 不能消化卤糖的人 就有一定的优势 然后他们逐渐的向北迁移 然后因为他们具有这样的生存优势 他们可以消化卤糖 他们可以从牛奶里面得到营养 所以他们在人口上慢慢的 他们他们有这个自然选择的 有的优势 慢慢的就替代了那些 在人口数量上 慢慢的超过了那些 不能消化卤糖的人的 人口数量 因为他们的食物来源 比那些不能消化卤糖的人 要多一种食物来源 所以他们活的概率 活的几率 生存的这个优势就比较多 所以慢慢的慢慢的都变成了 都被这些个带有这个卤糖 这个消化基因的人所替代了 所以这个就是消化卤糖的 能够消化卤糖的人的基因 慢慢的慢慢的 越来越多越来越多 就传开来了 但是太远的地区 他们没有办法迁移过来 比如说像隔着大海啊 或者说隔着高山啊 他们没有办法迁移过来 那么所以就只有在北美啊 和在欧洲那些地区呢 比较多 因为他们没有办法迁移到太远的地方 因为有高山大海阻隔 好 我们刚刚讲了就是百分之九十的中国人 亚洲人台湾人华人都是不能消化卤糖 那你说呢 那万一我是那个百分之十呢 对不对 那万一我我是百分之十 那我不就可以喝牛奶了吗 对的 你说的没错 那所以呢 我们来看一下 看一下啊 这个你到底能不能消化卤糖呢 我们就看这个基因 这里有一个基因 我得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基因是MCM6 这个基因 是在第二号染色体上面 有几个位点 有这里有两个位点 是关于卤糖的 关于卤糖的这个基因 如果你有这个基因 就可以知道你到底能不能消化卤糖 好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基因检测结果 我的这个基因检测结果 汪先生的基因检测结果 我的卤糖代谢能力是弱 我还是属于那种百分之九十的 冻亚人跟百分之九十的冻亚人是一样的 我的这个卤糖代谢能力是弱的 是不太能够消化卤糖 所以我长大了 之后我就吃牛奶就没有太大的必要 尽量少吃牛奶 因为你吃多了也不消化 全都拉掉了 如果你想知道你的这个基因是不是强 卤糖能力是不是强还是弱 是不是百分之九十 你可以自己去测一下 测一下基因 网上可以都可以测 微基因 你们都可以测这个基因 你测一下你这个卤糖代谢能力 那么如果你不想测的 最保守的策略 就是你基本上大概率 你也是属于百分之九十里面的人 也就是基本上 也都是卤糖代谢能力弱的 那么这样的人怎么办呢 卤糖代谢能力弱的人 那你又可以有些替代的办法 第一个你可以吃这个没有卤糖的这个牛奶 那其实这个就没什么意思了 那你还不如吃别不要吃牛奶 或者你吃酸奶 酸奶因为它发酵过了之后 这个发酵的之后 把它里面卤糖的这个分子已经变掉了 变成了不是卤糖了 那么你就可以消化了 还有这个奶酪 奶酪它也是经过这个细菌在里面发酵的 发酵了之后 它这个卤糖的分子已经被这个细菌变成别的东西了 什么奶酪和酸奶就可以吃的 但是或者呢 你吃豆奶 豆奶也是可以的 豆奶是没有这个卤糖的 好 基本上大家都了解了 如果你是中国人的总 东亚人 台湾人 新加坡人 香港人 基本上90%都是 就是没有必要去喝牛奶 或者说你喝一点点也可以 不要喝太多 喝太多肯定不消化 或者用奶酪 酸奶或者豆奶来代替 好 今天就简单讲一下 这个卤糖 牛奶的事情 那么那个视频后面还讲到了很多很多牛奶的营养什么的 我们就没有必要去看了 因为如果你也是东亚人的话 你都不吃牛奶了 牛奶到底详细的营养什么的跟你也没什么关系 你可以通过其他食物来代替牛奶里面的营养就可以了 好 关于大家讨论留言 今天讲到这里 谢谢 接下来 请客 друз 等等 先生 请客 请客 谢谢 我